就像这样的多少个矿区 哪个矿区的出来的时候 种头到了才能读 不到的种份读出来都没有用 读十年的必须具备这样几个条件 一是长途要正确 种头要好 水分要移 然后才能摊到颜色 多少颜色 读出来什么样的价值 这都要全面的分析 透彻才能进行读 有的读炸料是 有人说是运气 我个人的观念 运气只能那么一消点 这个不把这个厂口搞好 拿不准确 水分 颜色 光看颜色多少 读出来的石头应该用 哪一个条件不究竟 读出来的石头都影响价格 一万块钱也有读 读成几百万的 像前一九我们在买一个 一块石头的一百多万 不到两百万 大概都是这个厂口处的 石头的 读出来四千多万 就是这样都给予读炸了 那些这个利润呢还很低 比如说我们以前做的 很多以前做的 买了一块八百多万 开下去都是当时因为厂口没有拿准确掉 读出来不能用 盐水很多不能用 读等于读垮掉了 所以说一百多万的能读到四千多万 八百多万的能读到 只一百万 都是因为厂口啊 前面几个几本条件 没有掌握好的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要花多少代价才能挖出来这些事呢 市面上说这个粉碎 太多人认为这个粉碎很容易找到的呀 那么多都是鱼石粉碎 只能把刀皮买一块 能读出来多大一点 现在五千来讲都还看不清楚 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检验来看 能具备读的条件的 还没有几块 可能现在要读 只能读个棕水好一点的 打一把砖头料来用的 可能还会有不少 所以说这个挖鱼石的这样 还减固 这个找一块好的粉碎 是很不容易的 可能这块还能读到棕水 那块还可以读到棕水 棕盐的话 背在旁边的话 还稍微好一点 这个鱼石的价格大小 不在于石头大小 在于石头的本身质量 厌生的高低 这一块石头 有时间是一公斤 可以盖它一千万三亿都可能 有时间几顿 它不见得盖出来的质量没完 这个原因都是 在于这个石头的本身质量 所谓价格 一般啊 常规来讲 赌石必须具备 五倍的利益以上 才能赌 赌的意思 一百万的赌石 赌长了 在没有赌之前 你要用赌一下 赌长了呢 达到五百万 这样子才能可以赌 赌夸了 只能赌掉三十的 一百万买的 只能赌掉三十万 输掉三十万 具备这两个条件 才能确定这个价格 能不能买 所以我看那个赌石啊 要求很严格 价格必须拿得很准确 这位受到崇拜的赌石大王 闭口不谈自己的赌石传奇 但是引出了另一个赌石垮得很惨的故事 这件翡翠堵料呢 是一个商人在缅甸当地 以四千万港币 买了一件赌石 切开以后呢 切开以后呢 黑线全部进去了 而且呢 列非常的多 而且非常的碎 结果呢 虽说有颜色 但是什么都做不成 商人呢 就非常的生气 因为这个东西 已经什么都 已经很不值钱了 商人呢 一气之下呢 就把这件石头呢 扔在了当地 后来呢 我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花了两万三千块钱 把这件石头买了回来 可能很多朋友奇怪 你花两万多块钱 买一颗没有任何价值的石头 利益何在呢 我们的意义有两点 第一点 是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翡翠堵石 提供证据 为进一步的研究堵石呢 寻找排量 第二个重要的是 以此来提醒我们 在做翡翠堵石行业的 这经营过程中呢 要更加谨慎 更加虚心 才能够达到更深奥的境界 我要参与一个读书 我自己参与读书 但是我读呢 可能在很多我们同胞里面 是一点点 堵石头 对堵石头呢 其实它有条件 环境性去堵石头 其实我们慢慢分析 最喜欢堵石头 其实是缅甸的中国人 缅甸的中国人 缅甸的中国人是什么 环境 比他要堵石头 还有他真的爱堵石头 第二喜欢堵的 从前是香港人 哪个时候缅甸的不堵 中国人不堵的话 就轮到我们香港人了 但是这一两年呢 中国开放以后 取代我们一点的 就是中国一些做匪群的商人 他们也喜欢读 所以边境现在发展下来 第二喜欢懂读这个意思的人 这是中国人 中国国来的人 那么第三慢慢发展下来 当然是我们香港人了 但是亚来一些 有一些地势 我叫什么的 这是一些台湾 做我们律师的行动 亚细分参加堵一点 我个人看了 在我几十年里面 真真真真真真 靠堵石头 到今天还在的人 应该没有生下几块 百分第一百分二 怎样生下来 其他都差不多已经 赚了一块 又输一块 赚了一块 现在都已经 可能不在我们这些行动 律师的翡翠背后 竟有那么多 大喜大悲的故事 这恐怕是许多 爱翠的人 所没有想象到的 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翡翠才弥足珍贵 才比其他的珠宝 更有灵性 才显示出不同凡响的 史上魅力